國民黨臺北市議員張思綱 桃園市議員林濤 和發言人楊智宇 在前年九月開記者會 指控時任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以往的報告涉及大幅度抄襲 陳吉仲提起刑事自訴 臺北地院審結 昨天依散佈文字誹謗罪 探林濤拘役五十五天 張思綱和楊智宇拘役五十天 前年九月記者會 國民黨臺北市議員張思綱 桃園市議員林濤和發言人楊智宇 在記者會上質疑 時任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過去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涉及抄襲 還指控陳吉仲是抄襲慣犯 陳吉仲提起刑事自訴 北院經過一年多審理 十五號依散佈文字誹謗罪 判處林濤拘役五十五天 張思綱和楊智宇拘役五十天 可一顆罰金 三人都表示對判決感到遺憾 後續將上訴爭取司法公道 陳吉仲則感謝法院判決還公道 強調學術不該用政治方式來操作 與污蔑 但也感嘆即使如此 又有多少人知道法院還他清白 我想他只是初步的還我自己的一個公道 但是對當初這樣的一個炒作 引起許多負面的聲浪 甚至對我個人影響 那已經完全的無法彌補 反觀判決指出 張思綱等三人具相當社會歷練 通暢人脈及查證管道 卻未合理查證 在判決書最後強調 希望耳後能記取教訓 林陶澤反控執政當局 大選完立刻追殺在野黨 喊話絕對會上訴到底 記者正維人 中間綱正合報導